第1个 第1个 第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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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楼上的一家人 那叫不服气生活吗 天天鬼哭狼嚎的 人家群众有困难 我们警察就得处理 麻烦那陪我们上去呢 啊 我们上去 这是个小两口的事 我们一没看见二没听见 总想有个人证是不是 请您先踩个鞋吧 什么叫我踩个鞋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我女儿能出什么事 电瓶车充电卡 送GPS 保诈性能安全 你家里边有没有电瓶车呀 你这扒着墙一脚迈过去 帮我把钥匙给取出来 反 咱们四个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都是师父 师父 说不起 人家自以为是的臭毛病 什么时候能给我赶过 尊重 让你们说话了吗 这个李大为 我带不了 为什么带不了呢 我老了 我都恍惚 你还是有点站道了 我来的是不是排出所 用火还得注意啊 是不是走错门了 来的是居委 不会 我再跟你说个事吧 网上也说了 但是呢 你万一呢 是吧 社区工作无小事哦 放住啊 咱们绝不能让他们这种行为 继续长迹下去啊 咱都给拒了我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法律程序 让法律来维护政府 我错了吗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不能紧紧拘留 你说你知道吗 我师傅应该反过来 管你叫啥师傅呀 金姐 你信不信我 我是大孩子 我是夏警人的师傅 我替他给你 你鞠躬没用 你代表不了他 师傅您刚才就不应该替我道歉 你说你这孩子 我不是孩子 我是警员夏姐 你想保护他 那也不能没有原则呀 你们应该以身作则 告诉年轻人 警察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警察的荣誉是什么 脚那么脏 你还给他穿鞋 能帮帮他们 给他们点温暖 这都算不了身吗 别再加我师傅了 我不配做你师傅 您永远都是我师傅 师傅 我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 就理应承担一个民警 应该承担的所有责任 您就把我当成 像李大为赵纪伟一样的普通民警 行吗 上车 在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 我想问你们一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刘大矮家的鸡 抬漏了隔壁 福大矮家的屋顶 两尖打起来了 谁出箭啊 我去 不要 安倾 安倾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